五月五號下午大概四點的時候 把他把我們的車接回來 前天就收到了這兩張超速這樣 高雄證明陳小姐拿出罰單 出面指控自己和先生 日前把BMW的轎車送進保養場 結果沒想到事後 卻收到超速的罰單 車牌還要被吊扣 但回推時間 車子應該要在保養場裡 卻被工作人員偷開上路 直呼太離譜 就是從四月二十三到五月 十三那段時間是不見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是不是他蓄意把它刪除了呢 跟我們說確實那個員工 有承認說是他自己 甚至把我們的車子開出去這樣子 陳小姐說 他們是透過先生的朋友 知道這間保養場 五月四號晚上十點多 把車子開到人物區的保養場 隔天五號下午四點多來取車 但沒有想到二十一號 竟然收到國道的超速罰單 車牌還要被吊扣 但仔細一看 罰單上的違規時間 是五號的凌晨三點多 車子行進國道一號南下 三六八公里處時 該路段速限一百公里 但當時行駛的速度達一百四十九公里 被警方依法舉發 罰一萬兩千元罰還 明明這時候車子應該要在保養場 但調閱行車記錄器 發現五號的畫面都消失了 後來經警方調閱車牌辨識系統 才發現車子被開到市區繞來繞去 後來又開上國道 愛車進場保養 卻被擅自開出門 違規收罰單車牌還要被吊扣 讓懷孕場需要用車的陳小姐 現在沒有車可以用 真的很無奈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